那采傑呢 采傑你在哪裡 我在我的書房 你有書房 唉唷 哇塞 本來是有錢人來的 有 有書房還好吧 你正常啊 書房哪裡還好 書房欸 等一下 誰家會有書房 書房不是房間喔 書房就是獨立一間書房的樣子 專門圖書的背包子嗎 書房間當書房OK啊 對啊 群有錢人的孩子 為什麼這樣 變成書房耶 不是本身 書房很正常嗎 本身該不會是甜巧仔嗎 有三個書房很正常嗎 對 書房很正常 我們很正常嗎 單的書房很正常 這個書房很正常 我們兩個是幾家千金 我們完全聽不到采傑 再講采傑來介紹一下 書房好了 那我的房間跟我書房 都是跟我妹妹一起共用的 那妹妹在不在 你可以看她妹 看她嗎 你以為聯誼啊 我們現上聯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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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上聯誼嗎 配對成功 你不要 你單身就變這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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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綠的 綠綠的 喔 喂 綠綠的 綠綠的 誰接了 我講話孫生 誰接綠綠的 孫生 誇張 好的 大家可以開麥囉 請搜 請抽發言順序 沒有 我其實私心覺得 八號玩家有點微怪 因為剛 因為維靖主持了幾百場 剛剛說 請搜發言順序 我就有點緊張 那口誤從來沒有聽你講這句話過 所以我就覺得 你八號玩家你是什麼 好來 八號要來帶對了 四號你給我看好 請抽發言順序 你沒有口誤過是不是 那就是一個很日常的口誤 你拿這個踩我 OK 接下來的主持 我就叮你講錯一個字 我就踩死你